哈喽各位TVBS的粉絲朋友 現在時間是晚上七點鐘 歡迎加入TVBS News的新聞直播間 1900重點直播 我是黃新華 今天依舊是由我為您 週一到週五晚間七點到九點 為您新聞化重點 邀請大家一起看新聞 並且由新話播新聞 跟大家留言互動聊新聞 而今天呢 首先要帶給大家的最新的新聞重點 您不能錯過的新聞資訊是什麼呢 要來看到的是第一個 就是昨天又再度發生行人地獄的翻版了 而且這一次是讓一家人天倫夢碎 從此陰陽兩格 我們看到的這一起事件呢 是一對母女黨 他們好好的走在斑馬線上 但是後方的要左轉的轿車駕駛 直接從他們後方輾過 現在呢 這一名三歲的女童當場不治 而肇事的孕婦呢 今天也致電給了 零難者的這個父親 告訴他說 要不然肚子裡面的小孩子陪你 但是這一名父親 可以說是相當的悲憤 說這又不是我生的 到底要怎麼陪呢 再度凸顯了 我們的道路交通的設計 是不是出了問題 怎麼好好的走在斑馬線上 應該是安全的地方 還是導致這樣嚴重傷亡的車禍事故呢 再來還有帶您看到的是政治焦點 現在呢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臉書上面爆料說 在2022年購買BNT疫苗時 跟府方不斷的協調 甚至還接到了關切的電話 叫他不要買這BNT的疫苗 郭台銘今天是爆料李大維打電話 告訴他說 大小姐要你還是別買疫苗了 而這大小姐呢 根據郭台銘的說法有所指的 很有可能就是總統蔡英文 但是今天李大維已經出面回應了 說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 還要郭台銘要有關公中益的精神 不要亂說話 而今天呢 其實政壇呢 也掀起了很多波蘭新北市長侯詠儀 在議會質詢 宛如到了立法院 國政兩岸的議題問不停 還有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現在藍營的選將是否 也是自己私底下藍白盒 依依向柯文哲靠攏呢 還要帶您關注到的是 這起事件燒的沒完沒了的 沒果事故 現在實交署終於已經清醒 硬起來了嗎 他們現在要親上火線來說明了 衛福部長薛瑞源要求食藥署 明天要召開記者會 說清楚講明白 現在不僅是Costco的這個沒果事故 目前呢 這食安一律清查的情況如何 往後呢 每週三可能都要來開記者會 來跟社會大眾說明喔 究竟近期呢 進口到台灣有食安一律 或者是檢驗不合格的情況如何 似乎希望可以藉由公開透明的方式 來挽回民眾對於食藥署 還有政府的信心 並且呢 也可以進一步的對外說明了 再來好 但您看到的是現在呢 大家都說是個outdoor car 很喜歡出門 從事一些活動型的休閒活動 但是您有想過嗎 這安全規範 免責條款簽下去 除了是誰來負責 要帶您看到現在很夯的這個室內攀岩廠喔 就算是最近下雨依舊可以去遊玩 而且不會受到天后干擾 但是我們發現呢 近期在這個攀岩廠呢 有這名男子凌空跳下 而坐到了正在地面上休息的客人的頭上 這導致這名女子呢 頭暈腦震盪 甚至出現了頭頸部的挫傷 還很擔心會不會落下了終身性的傷害 但是攀岩廠業者說 在進入場館之前都有簽免責條款 但免責條款真的就不用負責了嗎 今天要一一的來各位各位來劃重點了 好的 目前線上有很多朋友呢 都已經加我們1900重點直播 也要呼籲大家呢 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們一同來留言看新聞 一同來討論新聞 緊接著我們要帶您看到1900重點直播的頭條消息 就是這一起讓人心疼的事件了 我們帶您看到這起車禍呢 是發生在嘉義 那麼呢當時呢這一對不幸被車子輾過的女童 還有媽媽當時剛好呢 在這個車水馬龍的路口要過馬路 那根據目擊者表示呢 根據目擊者表示呢 其實在這個車輛左轉的時候 幾乎是沒有煞車的跡象 直接就朝背對的車輛要過馬路的母女檔 直接輾了過去 而當下呢由於前輪跟後輪的輾壓 導致這小女童當場就沒了生命驚象 而今天她的爸爸也到現場招魂 而消息傳出之後 其實也有很多台中的民眾非常的不捨 也到當地獻花 並且還放上了很多的玩偶 希望這三歲的小妹妹能夠安息 而在整個招魂的過程當中讓人鼻酸的事 一直垮不到聖杯 那麼這爸爸最後是說會請神明幫小妹妹做主 才順利完成了招魂的儀式 女童過馬路被左轉車輛碾壓身亡 隔日回到案發地點 家屬舉行招魂儀式 女童媽媽人在家呼病房 還不知道女兒的死訊 家屬不敢說就怕她承受不住 就這麼一個寶貝女兒 女童爸爸顏面痛哭 一邊處理後事 還要一邊往醫院跑 蠟燭兩頭燒 隱瞞事實 因為太太的病情還沒穩定 母女從死天人永隔 女童媽媽人還在家呼病房 等待病情穩定才能再做治療 招式孕婦懷孕十七週 事發之後她情緒不穩在醫院安胎 夫妻倆只有一個獨生女 獨一無二的寶貝拿什麼都賠不起 不過陌生人的暖心之舉 也讓她心裡感到安慰 民眾在案發路口擺上鮮花 玩偶和公主手帳 自發信獻花悼念女童 一條來不及長大的小生命就此殞落 家屬難以接受 TVBS新聞 艾昭閒 SNG小組 泰南報導 好 泰南這對母女黨的遭遇 真的是讓人心痛 媽媽還在家呼病房搶救當中 而爸爸不敢告訴媽媽 女童已經與媽媽還有爸爸陰陽兩格了 我們看看這家人的故事 媽媽是36歲的高齡產婦 當年是花了三天三夜的時間 好不容易才生下了這一名女童 只是沒有想到一家人的緣分如此之短 三年的時間就劃下了句點 跟著媽媽看完醫生 兩人還蹦蹦跳跳 沿著7樓準備回家 當時時間是上午的9點51分 沒想到一分鐘後 過馬路途中就遇到死結 原本婆婆外向的妹妹 成了一具冰冷遺體 也讓家屬無法接受 一直好不了 所以就又去看歌 還有看過敏 很活潑會唱歌跳舞這樣子 阿翔馬 小妹 看得出來話都還說不清楚 三歲的小妹妹 就已經有大將之風 一邊唸著歌謠還能手舞足蹈 開朗的個性 隨時都能逗得爸媽哈哈大笑 我白媽 你白媽啦 我白媽 你白媽啦 你跟白媽不跟不白媽 笑容可取 對於聰明又懂得撒嬌 是爸爸跟女兒互動的溫馨感受 也難怪在每段的家庭生活影片 兩人總是開口大笑 還可以你自己的樣子 好 奇怪嗎 開眼 聰明的小孩 他自然就會用一些比較 教掃嬌的方式 他就在那邊 爸爸我要吃糖果 雖然生活互動帶給夫妻倆滿滿幸福 但想起太太當初以36歲的年紀 生下這名獨生女 還有過一段刻苦民心的經歷 原本以為跟著媽媽 經歷三天三夜的苦難 一切將會痞疾太來 沒想到度過三年的幸福時光 人躲不過殘酷的命運 如今這一張張 一段段的甜蜜互動 只能留給女童爸媽 無限追憶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好 又因為交通事故 行人地獄的原因 讓天輪夢碎 我們今天現場邀請到的是 我們社會組記者何冠毅 一同來跟我們再度共同來探討 這所謂行人地獄 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但在這之前呢 這起事件可以說是讓大家看了很心疼 但是冠毅近期這種重大的車禍 政府不斷的在宣導 像近期先前您也跟我們分享過 提高了這個罰則了 那為什麼這個數字還是一直攀升呢 那麼確實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非常令人難過的這條新聞啦 那我們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這個女家屎她會怎麼辯解 畢竟沒有人可以怪我們 先怪A柱再說嘛 全部都是A柱的錯這樣子 那確實我們在開車 在上路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會沒有注意到行人呢 其實研究發現呢 確實是有可能的 包括其實像日本呢 他們就是研究發現說 欸這個在右轉的時候 因為日本跟我們是相反的嘛 對他們是左 我們是左架 他們是右架這樣子 那他們撞到行人的比例 其實也是偏高的 那麼還有台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道路 設計得非常的雜亂 就是有可能去一些比較 比較難走的路 或者說你旁邊的這些招牌 那會轉移這些駕駛的注意力 那你可能真的就是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行人的部分 那麼其實還除了A柱之外 還有一個比較 比較麻煩的點 就是在這個大車 其實也是很危險 其實我們平常在路上碰到大車 我是能閃多遠就閃多遠 對就是不只行人的部分 其實就是連機車騎士 也很害怕大車這件事情這樣子 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還有很多這些統計的數據 我們在2011年統計到2022年 其實這個大車的傷亡人數 我們一開始是從8000多件 現在是上升到了11,064件 而且這個事故的件數 這個是人數 那麼件數也是上升到了9000多人 那麼其實我們這個人數的部分 其實我們還有這個連續 4年都是破萬的這個死傷 真的是非常誇張 而且是一年比一年還要高 那麼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大車撞到行人的這個紀錄 其實12年來 就是每年都會有平均是131件左右 為什麼大車這麼容易誤傷行人 沒有錯 就是因為大車其實比我們一般的A柱 他們的 我們剛剛說這個A柱其實有死角 但是其實大車它的死角 比A柱還要來得更大 因為它的這個駕駛的座位是更高的對不對 對就是除了它的體積大之外 那麼其實它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他們的那個內輪差的問題 大車這個內輪差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死角比較多 而且它在轉彎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靈活性也沒有這麼好控制 他們可能要好大一個彎 像是我們在路上看到公車司機 在轉彎的時候 他們也是要用一個很大的旋轉半徑 才有辦法讓這個長長的車身順利的過彎 對所以我們在轉彎的時候可以看到 像是這台連結車它要轉彎的話 它右轉它可能就已經從 可以看到它是從偏內線的這個地方 才能轉 不然它轉不過去嘛 那當中像是這個6到7.5公尺的地方 這個紅色這塊區域呢 其實就是它的這個內輪差了 你只要人在這邊 或是集合騎士在這邊 其實這個大車的駕駛 通常是真的是看不到的 那麼其實這個專家也認為啊 其實除了這個內輪差 他們很難注意之外 我們道路設計其實也是有一定的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建議說 大車一定要在裝一些像是這個 輔助的這些東西 系統才對 就像關於剛剛說的 這個可能會有視線差的問題 但是其實呢 我們的駕駛朋友是不是真的要 應該多多留意路上的行人 這樣的安全 因為剛剛我們報導的這個事件喔 這個事故的路口 在台南的這個正義路的路口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事故了 先前還曾經傳出 一樣也是媽媽牽著這個 3歲的女童走馬路 一樣走在斑馬線上還是被撞 而當下這個肇事者還說 欸這個母女黨是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覺得他們有很大的肇事責任 但是事後調查的結果 根本不是如此 這女童喪命的同一個路口 上個月29號 一名77歲的成姓婦人 同樣也走在斑馬線上 撞到了 婦人按照交通法規 乖乖走斑馬線 卻還是被撞 倒地不起 腳踝骨折 駕駛自己位離讓行人 但肇事駕駛與保險員 卻疑似要卸責 保險員又說他們有目擊者說 媽媽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警員是跟我們說 該地方是監視器是沒有開到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 那麼大的路口 有十幾支監視器 怎麼可能會沒有開到那個畫面 車禍發生後 保險公司肇事駕駛和警方 竟然沒有一個單位 願意讓真相曝光 被撞婦人家屬一度沮喪失望 幸好還是有監視器還原真相 我就覺得說 一刀真的被插到心臟了 因為媽媽她就是躺在那邊 然後那麼可憐 七十幾歲的人被撞 她還說她沒有只要走斑馬線 婦人明明就走在斑馬線上 保險員卻說有目擊證人 監視器畫面成為鐵證 事發在上個月29號晚間6點多 台南市城公路和忠義路 同樣在三歲女童被撞身亡的路口 還幾乎是同個位置 77歲的陳姓婦人過馬路 照規矩走斑馬線 被左轉車輛撞上 一開始沒調到監視器 被害人還差點含冤 放大仔細看 富人庫安全島的確有一步之差 偏離斑馬線 但根據現行法規 斑馬線前後延伸三公尺內 新人擁有絕對路權 因此不管如何 左轉肇事駕駛難辭其咎 TVBS新聞張麗玲連家一台南報導 確實這個路口發生事故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們要帶觀眾朋友 重回台南的車禍路口現場 你可以看到行人在穿越馬路的時候 這是一個多線道的路口 車水馬融人車都相當的多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路人要執行的時候 如果對象的車輛要左轉過來 我們走過中間之後 其實背後其實是看不到 這個所謂的車子要過來的方向 所以在過這個路口的時候 當地民眾說真的是要特別 當心留意要瞻前顧後的 所以明明走在斑馬線上 似乎好像也不能夠安心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 好好安心的過馬路呢 其實這個困擾 也會讓國外的朋友 感到十分的疑惑 最近正在環島直播的 契兒媚走到了桃園龍潭的大路口 一樣也是碰到了車潮 但是沒有一輛車願意 理讓他這個行人 他也是等了好久 卡關了好久 才順利過馬路 而當地的居民呢 也發現了直播這樣的情況 都覺得這個馬路的設計有問題 因為沒有行人專用的好置 車子一輛一輛的過 都沒有想要理讓的意思 韓國知名實況主契兒媚 站在路口想走卻不敢走 我現在要走嗎 我不能走 我實際上不能走 雨季裡滿滿無奈 因為等車子都過完 就還另一個路口的車要過 契兒媚只好走到 另一邊的斑馬線繼續等 等了兩次的紅綠燈 契兒媚才順利過馬路 契兒媚兩週前 開始對粉絲的承諾 來台灣徒步環島 似乎狀況不斷 8號走到桃園龍潭 中峰新路附近的梯子路口時 遲遲過不了馬路 連續十輛車經過 都沒有駕駛要停下來理讓 車子都過完了 綠燈也剛好結束 車不是很會讓行人就對了 你說梯子路口應該也不是吧 可能大家都習慣 應該台灣人都習慣這樣子吧 附近的民眾說 這邊的路口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一定要人走到路中間 車子才會願意停下 但對於外地民眾來說 有些無所適從 因為這個路口 並沒有行人專用的耗製 只能跟著紅綠燈的耗製通行 從畫面中顯示 行人無明確穿越道路的行為 故無法進行認定 現在雖然有了所謂路人霸王條款 警方還是認定難開罰 只是路口車來車往 讓契兒媚實在不敢貿然往前走 還是希望所有用路人 都能夠彼此離讓 讓台灣盡快擺脫 或行人地獄的稱號 提示新聞廖宗慶 何雲婷 桃園採訪報導 好 剛剛我們的小編呢 也針對這一次行人地獄的悲劇 再度重演 而妻兒媚呢 也碰到了卡關的情況 小編就想困的母女走斑馬線 被撞一死一重傷 重罰之下 還是傳出悲劇 大家覺得過馬路 到底要如何自保呢 我們也想請教冠義喔 這個不良的斑馬線設計真的會殺人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在台南的母女島 他們過的時候其實那個左轉車過來 已經他已經背對他們了 他們想跑也跑不掉啊 那你覺得這個斑馬線到底有什麼大問題嗎 沒有錯 其實我們剛剛就有都有提到說 其實妙城這種車禍也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道路真的就是設計不良 對 這個也是行人地獄的原因之一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之一 那麼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路口 可能一些偏大的路口 包含是中南部也有很多像這種路口 他們現在最近正在就是進行改革 就是在改建 重新規劃 把斑馬線都重新化 那他們怎麼畫呢 其實現在這個是很常見的一個方式啦 這個路口其實它是在高雄 那他們可以看到呢 它不是這個斑馬線 但是它原本其實應該是在更下面的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 就是靠近路口的位置 偏路口的地方 但是它現在是往內退縮了大概5公尺左右 哦 往內退縮有什麼好處呢 對我們在行人大概走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走往這個地方走 那麼如果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剛剛提到說 我們可能一些左轉的車輛 它可能會比較沒有辦法看到行人 視線視角 對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可能我們是斜停在這個地方的 哦 那當然你這邊地方就會有這個A柱的死角 看不到 你就看不到前面了 但是如果呢 這個往內退縮大概5公尺之後 距離拉開了 對 距離拉開 這個汽車過來的時候 它必須要先轉正 停在這個地方 哦 它就正對著 就不會有A柱死角的這樣的問題 對就不會有這個A柱的問題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行人如果這個是比較大的路口的話 那麼有些行人可能行動不便 那麼或者是他們會有一些走路比較慢的人 那紅燈已經走到這邊已經紅燈了 他們可以停在這個地方先招待 下一個綠燈再過去 哦 就不用在那邊趕時間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路口其實它是六線道還蠻寬的 很多時候一些長輩啊 或者是帶著小朋友的家長們 沒有辦法這麼及時的來通過 那剛剛關於跟我們分享說 現在其實在中南部地區已經有很多地方在進行了 這所謂的斑馬線人行道的改制 就是從路口退縮 然後把距離拉開 轉彎的時候 駕駛就可以正面面對這個斑馬線 然後就可以看到行人了 但我們也很想問喔 這一次呢 撞倒母女檔的這個懷孕的駕駛 他說他是被A柱擋到 所以他左轉時沒看到母女檔 但是這個A柱遮擋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靠科技解決 對 其實我們在之前這個A柱 其實國外也跟我們有類似的問題 這個其實問題不是只有台灣的駕駛會遇到 其實你只要開車就會遇到這個A柱死角的問題 所以說其實之前在國外他們就為了解這個問題 就有這個英國的車商 他們就發明了這個新的科技 他們就是說這個如果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行人它其實是被A柱擋住的 這個紅色這個地方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A柱這個地方 它其實已經變成透明的了 喔 做一個材質的更新設計 對 所以行人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它會指引你說這個行人 它等於是把這個A柱把它變成透明化的感覺 可以讓大家視線更全面 但是因為它這個其實已經算是比較多年前的一個設計 當時可能它的價格比較沒有這麼清明 所以它沒有辦法就是真的就是很量產 變成一個標配 對 那麼所以另外還有在美國也有一個14歲的少女 他之前去比賽的時候 他們也發明一個類似的功能的東西 一樣也是要把這個A柱變成透明的 可以看到就是像這個樣子 它這個地方它也是A柱 但它是怎麼做呢 他們的方法就是把這個攝影機是裝在這個A柱的外側 那麼它這可能你在開設的同時 這邊內側裡面就是變成一個投影機 它把外面的這個景色是投影到這個A柱上面 所以呢你在開設的同時 它等於是用一個直播的方式呢 可以看到A柱的後方大概是什麼樣子的狀況了 那麼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這些新的車款 包括我們台灣也有賣很多這個新出的車款 他們也同樣也是用類似的方式 那麼我們可能在後照鏡 他們可能在打這個左轉燈或是右轉燈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在後照鏡上面顯示A柱外面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對就是或是有偵測雷達 或者說現在有很多電動車款都會顯示前面有行人經過啊 類似的科技的手段都可以規避類似的這樣的情況發生喔 好的我們謝謝冠義的分享喔 也告訴大家說行人地獄這個事情呢 雖然政府不斷的提高法則 但是土法不足以窒息 你提高法則你還要改善環境 還有我們的公共交通建設才有辦法避免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 我們謝謝冠義 謝謝新華謝謝 謝謝好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來關注到的是 很多時候呢政府進行管制跟呼籲還不夠 我們民眾也要自律還有防災的意識 要帶您看到的是在丹薩林道 這兩天呢在周末的時候出現了四團七十多人受困在林道上頭 很多人都抨擊明明知道封面過境 明明知道會有梅雨來襲 明明知道當地是頁岩的弟子脆弱地區 在這麼天氣不穩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還要拿命去搏碰到了土石流崩塌事件 最後拿命下山還要一行人呢手牽手牽成人列來塑膝通過呢 當地部落人員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氣 痛替這些遊客的行為呢是浪費了救援的資源 呼籲呢領管局應該要管制登山的人數 不過從法規面來看到為什麼這個地方老是會出現問題呢 因為他們經過的這個單大林道啊是屬於林務局所主管機關的單位喔 所以這是必須他們有進行監督 但是呢單大林道可以通往的是一個秘境的七彩湖 這裡又是原住民的傳統獵場 也是他們祖靈的休息地是一個神聖的所在 所以這個跨峽區的問題到底如何監管 南投縣政府是如何應該去做協調呢 其實都需要各單位的相互勾頭 一群登山客走在陡峭的山坡上 碎石不斷滑落就怕打滑摔下去 大家互相提醒要小心 驚險一瞬間這些人差點就被活埋 正當大家安全通過後大量的土石崩塌 直接就把道路給沖毀 南投信義鄉單大林道5.5公里處 5月7號中央氣象局發佈南投縣豪宇特報 山區降遇特殊流灘邦導致路段崩塌 但明明知道天氣不好還是有四團的登山客 大約是70人去爬山 沒想到受困在了山上 消防隊員貨泊道場涉水揍人 這時還有人不忘拿著手機拍照 來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先過來不要一直拍照 登山客一個搭著一個由救難人員協助渡河才順利脫困 我們的族人的居住環境已經面臨到那種受到一個很大的困擾 那車隊就是他就是沒有管制的時間進入部落 影響到了我們的一個一個我們的睡眠作息 整個完全都會改變掉了 所以我們要說也是故意說看看是不是要用申請路山的管制 或者是先鋒可以做好的最好的管理辦法 而越來越多登山隊跟車隊到訪其彩湖 附近布農族的住戶也不堪其繞 而南投領管處截火反映 也將延遺設立保護區規範管制人數總量 TVB新聞陳家貴南投採訪報導 好的剛剛有很多朋友留言給我們 認為說很多人就是不信邪 台灣的山脈已經過度開發了 真的是前往登山的時候要注意 這個天氣情況還有當地的路況如何要確保自身安全 那麼剛剛我們在談到的行人地獄的問題 這個維倫也說他也有被這個A柱死角導致汽車撞到過 好險自己平安真的真的 還有這個Bob Chen覺得庇護島對老人家 身上人士都可以做到緩衝的作用 確實喔這個有時候人都有不方便的時候 有這樣的緩衝區過馬路也不會急急忙忙 那Bob Chen也說台灣的斑馬線化在路口很不好 應該要退縮就像是我們剛剛講到最好可以退縮 5米左右的距離讓它距離也讓駕駛朋友有更好的視線 那維倫也說新生北路跟林森北路中間的民生東路 也有一個沒有耗制的斑馬線喔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那麼忠祐又說七兒妹剛剛要走出去的那個路口 真的需要一些氣勢喔要壓倒這些駕駛人說行人有優先的路權 讓我過嗎 真的是希望各位用路人現在看到行人呢會多一點 就是耐心還有關懷了 還有提醒大家呢過馬路最重要的就是停看停這件事情 好我們謝謝線上朋友的告訴我們的留言 接下來我們要帶觀眾朋友也是關乎自己的自身安全 現在呢大家出去旅遊呢或者是休閒活動 都喜歡走體驗室 那不曉得大家有到這種室內攀岩場的經驗嗎 其實這種攀岩場呢已經行之有年了 不受天候的影響想要攀岩就能隨時去 但是這起事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照片的畫面當中 這藍衣男子呢疑似是攀岩過後發現自己好像有點體力不支要跳下來 但是沒有注意到下方有一名女子呢正坐在地上休息 沒有想到她就直接從她頭頂坐下去了導致她的頸椎頭頸椎出現了 還有錯傷還有腦震盪的情況這就變成攀岩往下跳這個休息的女子成為了 肉店的情況 而其實這個到底業者有沒有舒適呢根據消保官的看法認為呢 這下方的場地應該是要淨空的所以呢這個場館可能有疏於管理的舒適的行為 但是呢這名消費者很不滿的是這名受害的女子說她試圖跟業者求償時說你們入場的時候都有簽免責條款啊 所以你們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所以女子非常非常的生氣認為業者呢 就光靠著免責條款就想要把責任拖欺因此憤而提告 才剛爬完一輪坐下來休息但意外突然發生後方一名男學員攀爬到最高處落下時不偏不倚直接壓到人 陳小姐痛到瞬間暈厥躺在地上好長一段時間動彈不得 昏厥過去就是也是看不到的然後我只能夠躺著然後在原地 陳小姐控訴第一時間完全沒有教練或是工作人員前來關切 因為沒有撞擊聲再加上所有人眉目擊倒還是她事後自己去醫院做檢查 去年八月份陳小姐跟朋友是新北市這一家攀岩廠的常客 只要一有空就會去運動一下偏偏那天發生意外遭人從上方重壓 她的頭部頸部挫傷頭部也病發腦震盪後來完全無法工作 醫生也建議得要治療更要收養 當時進去有簽一個類似生死狀這樣的東西 進到那邊的話就是所有的安全自負啊 場館是說他們有保公共意外險 但是這個問題不是他們的設備老舊而出問題 所以他們的保險公司不賠 都在場地內出意外 業者事後沒賠償 他只好提告要求男學員跟業者得要賠償80萬 去運動輸壓卻受傷 有保險無法理賠 雖然一開始場館開放學員進場前 尤其新手都得要先仔細講解 因為暴食運動最高會爬到五米 從高空落下要有技巧才不會受傷 避免類似狀況業者也貼上標示再三提醒 就是兩邊都是有演場的 所以如果在中間只看向另外一邊的話 你會不知道後面的情況 只是陳小姐的傷害已經造成 復健治療時都要擔心身體會不會因此癱瘓 恐怕類似運動都得要體檢一下 場館的安全規範是否清楚 TVB的新聞事前有些人西北市採訪報導 好 主管機關常常去攀岩廠機查 發現業者普遍都有幾大缺失 一 設備過於老舊 安全的規範不足 三 就是這個所謂的定型化契約 定定的不合理了 因為我們去從事像是攀岩 這種要爬高 有相對危險性的這些活動 業者都會希望消費者進來 免責聲明先簽下去 那麼呢 就是甲方願意承擔所責任 那麼乙方呢 就是免除自己的責任了 那麼乙方就是這個業者囉 但是消保官現在也出面說明了 其實呢 這免責條款呢 不是簽了 業者就不用負責了 如果是後調查發現他沒有應進到應進的責任 之後消費者還是可以跟他索賠 現場來 尤其像是我這種菜鳥 安全防護更重要 尤其很有可能手一個沒力 就不小心掉下去 導致自己跟底下的人都有危險 真的沒有演 罵咖初次登場 隨時都會掉下來 攀岩運動 高的上攀 有繩子綁住身體 但像是3到5公尺 矮的抱屎 沒有繩索 全靠底下軟墊 除了攀岩者自己注意 底下的人更要小心 沒事就別在墊子附近閒晃 最好是離3公尺遠 教練也說 民眾常在軟墊上聊天嬉戏 意外就是這樣發生 如果在挑選場館也要注意 軟墊高度要超過20公分 更得平整 避免摔下腳踩空 高了攀岩場 得注意繩索安全 不過很多攀岩場館在進行活動前 都會要民眾先簽免責聲明 北市今年針對6家場館檢驗 結果 通通不合格 包含軟墊區欠缺警語 7月包含免責條款 消防安全有3家不合規定 體育署強調其實是規定107年就訂定 但內容卻只有鹽點 鹽快 以及軟墊這些基本規定 可能還是稍嫌不足 而公園內的戶外攀岩 沒有業者就不在體育署規範內 只能提醒民眾 不管在牆上還是地上 都得多注意 自身安全 TVB上次見明的一台報導 好 那麼好市多的賣場推車 怎麼會變成失速推車 直接差一點就撞到了消費者 這名消費者呢 他其實就是帶著 買著莓果要去好市多退貨 沒有想到真的是惡運連連 在手扶廳下方呢 居然有一名迷糊的消費者 沒有顧好自己的手推車 滿載貨物的手推車差一點就撞到他 好險呢 他手腳快 立刻跳開 而事後呢 他就向好市多來告訴說 欸 這樣的管理方式不太OK吧 怎麼會發生類似的事件呢 但是好市多呢 也僅有口頭上的安慰 也沒有多做處理 不過這起事件 好市多到底有沒有責任呢 現在呢 其實律師也出面說明了 如果今天衝撞顧客的推車 他是因為推車維護不當故障 撞到乘客的 撞到這個消費者的話 其實好市多會有責任 但如果是其他的顧客不小心的過失 那好市多就不一定要負起賠償了 美式賣場推車一般來講 手扶梯勾槽可以卡住輪子 避免推車俯衝 但高雄一名劉先生卻差一點被衝撞 賣場不讓他拷貝監視器畫面 就他募集整個過程 當時他站在下坡扶梯 後面一台堆滿物品的推車往下俯衝 第一時間他轉身跳到隔壁 胸口碰撞 事情發生之後 賣場人員不聞不問 直到他反映客服人員 交由第三方保險公證人鑑定 定期得到的回覆 賣場沒有責任讓他無法接受 沒有提供一個安全的設施的一個購物環境給我們 那拿著我們的這個會員費 去繳了保險費以後 讓會員在好事都發生意外之後 用保險公司出面來對付會員 作為前面的人 我找不到 重回賣場 扶梯沒有設立提醒告示 只有工作人員口頭提醒 事實上推車重量大約20公斤左右 建議承載不要超過100公斤 賣場所提供的手推車有沒有故障 如果他是屬於有故障的情況之下 那賣場必須要負責任 保險公司當然才會有出現理配的問題 消保官表示賣場有沒有責任 關乎到推車有沒有故障 劉先生不服氣賣場的處理結果 目前決定提告自己爭取自己的消費權益 賣場對於彼此沒有達成共識 將持續溝通 TVBS新聞 徐季侯 宋佩文 高雄報導 好 那不曉得先上朋友去逛 這個美式賣場好事做的時候 有發現這個推車安全的重要性嗎 我們看到好多朋友留言給我們 這個尾輪說 這個推車輪子能不能卡進手扶梯 還有這個Bob Chen說 要確保上手扶梯的推車有確認 已經卡到這個手扶梯的軌道才是安全 但是保險起先 我建議大家手還是不要離開把手比較好 那Bob Chen有提供他的經驗 要搖一搖啦 確認有卡好再放手喔 那麼再來我們要帶各位觀眾朋友來關注到的是 一樣跟好事都有關係的 沒完沒了的A肝風暴 現在呢食藥署還有衛福部 終於主動積極的介入來調查了 要查的方向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有沒有人因為食用了問題的莓果 所以導致成為了A肝的代源者感染者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新北市呢有出現了洛陽性的這個民眾 他是曾經使用過這一些莓果的 但是敷驗過後呢是呈現陰性 那麼目前的FDA已經3月份發警訊 然後5月份才下架了類似的莓果 但現在外界就質疑了 明明這個莓果有十安一律 為什麼食藥署看起來慢半拍 截至目前呢才出面開記者會來說明呢 而且很多人質疑的是喔 明明上個月10號呢 就從邊境攔截帶有A肝一律的莓果了 但拖到5月份這中間的空窗期 是不是不夠積極不作為 對此食藥署也說了 因為通常驗到第一次的時候 慎重起見 因為擔心驗的東西都是會有誤差的 所以會有15天的復驗期 因此單戈了 而15天的復驗期過後呢 行政作業的流程又碰上了 大家還記得嗎 有廉價 勞動節廉價 所以呢才會拖延至此 但是現在民怨沸騰難以平息 我們可以看到衛福部長薛瑞源呢 就要求食藥署呢 應該要在明天好好開記者會說明 甚至未來呢還不排除要加碼 固定的時間 召開食藥署邊境稽查 或者是一些食安稽查的記者會 希望用透明公開的方式 跟國人好好地說明食的安全 好市多莓果事件持續延燒 就是因為陸續爆出疑似個案 北市衛生局接獲通報 個案曾在3月底到4月底期間 使用好市多購買的冷凍綜合莓果 8號出驗是弱陽性 為求謹慎 簡體再送到昆陽實驗室覆驗 結果是陰性排除感染 都算是特例啦 那個偽陽性的情形其實並不常見 國內還沒有這個證實本土的A肝個案 是使用好市多的冷凍綜合莓果 或染疫的情形 目前尚未有證實吃了好市多 綜合莓果感染A肝個案 但怕的就是還沒被驗出來 因為有潛伏期 而且回過頭檢視 食藥署遭質疑為何媒提早公布 5月9號食藥署才在官網公布 好市多在3月27號報業的莓果有問題 但明明4月10號就已經有結果 食藥署解釋 根據規定 報官產品不符規定有15天賦驗期 而原定是4月24號公布 因為行政作業跟假期耽誤 但整整晚了近一個月才公布 雖然我們現在才公布 但是這一批產品完全沒有輸入 這一塊我們會在進一步的內部來討論 縮短行政作業時間 談言有檢討空間 不只遭職疑慢半拍 實案一律也如滾水酬般 蔓延衛福部有新的動作 明天的那個早上 食藥署會開一個記者會 那以後有關於食品安全的部分的話 大概每個禮拜三 會有固定的記者會 來跟各位做說明 食藥署從事發至今 沒有公開召開過記者會 告知莓果的處理進度 整齊事件燒了近兩周 食藥署10號總算願意出面 同時賠償方案 涉及團體訴訟也一併說分明 特別新聞 徐某杰之後 學台會報導 好這個 美果的風暴呢 看來是越演越烈 但是這也值得繼續長期追蹤 還有也需要政府能夠有一個制度化的方式 公開透明向國人說明 目前我們的進出口啊 或者是食安檢驗的結果 讓大家呢吃的安心喔 那麼小編也想問大家說 現在A肝的美果篡權台 學人員要求每周開記者會 你覺得這真的會讓你安心嗎 那我們看到 Bob Chen說 好士多應該針對購買 有A肝病毒的美果的會員 進行為期半年的健康管理追蹤 倘若感染了A肝好士多應該要給付治療的費用 那Bob Chen還說 如果確認要發布這些訊息的話 可以請媒體幫忙公告周知才對 確實喔 除了政府監管有責任之外 好事多方面呢 如果確認呢這個消費者 確診A肝與美果有因果關係的話 是不是也得負起商業上的道義責任呢 這一些都很值得社會大眾繼續來探討 再來我們要帶各位觀眾朋友來探討的是 現在呢外送的是外送的爭議事件頻傳 在新北市呢有一間雞排店的老闆 就真的是障惡金剛摸不著頭緒 說奇怪我這個雞排炸好了 外送員也來取餐了 但是呢這外送員取走雞排之後 卻按取消接單 那麼由下一位的 下一位的這個外送員呢要來接單的時候 卻發現已經無餐可取了 所以這個店家就覺得說這難道是假取餐來騙雞排呢 發現了這樣的事件呢 還有另外一個關鍵的事件也是有關消費爭議的 就是新宇航空日前的霧點事件掀起了國內的渲染大波 本來大家都覺得這個董事長張國偉親自飛到日本 親自向消費者還有乘客致歉的行為 這個公關危機的處理100分 沒想到呢事後延燒出一大堆的問題 比方說他帶領機師飛過去 那麼下午再飛過來有沒有超時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飛機會有這個出現需要檢修而延誤 還有跟機場的溝通問題 人員的調度這些民航局都希望新宇可以進一步的來說明 而今天呢旅客的退票問題 新宇航空就說服務人員呢希望可以主動聯繫 在月底之前全面的來完成 而面對民航局要清查他們的管理是否有出現疏失 現在呢民航局強調不只要查張國偉 他們也會針對整個機組進行調查 而事發到現在呢雖然評論有政有負 但是呢日本方面針對新宇的處理方式 因為他們可能很罕見可以看到 一個過為董事長領導人企業領導人的層級 直接出來盜竊 但是呢目前在國內的反應 像是昨天開盤的票價似乎沒有 股票的價格似乎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 而今天呢新宇的機票販售也一切如常 似乎正是穩住的局勢 西日航空東京飛台北嚴重污點事件持續延燒 目前還有兩大爭議 一個就是旅客的機票退廢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董事長張國偉 是不是有違規疲勞駕駛的問題 民航局強調是針對整個機組團隊 並非張國偉個人 包含飛安的機物問題 飛行是否符合規定等等 以及營運旅客權益部分 各項程序都在進行中 而機票退廢 旅客目前只收到一張延遲證明 後來客服就打給我說 昨天會把款項退還給我們 因為我是用刷卡的 他說會再退款 可是我今天查也沒有 就是退款的款項進來 新衛航空必須再做一個審慎的檢討 尤其他最近談到要更多的 這個北美的航線 我想說如果在機師 或是飛機不夠的狀況下 這個時間可能他們要再審慎 審思熟慮 只是說新衛航空最近幾乎拓展 北美航線 年底還要再開舊金山縣 但將軍部長王國才就提出建議 目前大型飛機A350只有三架 在航空器及機組人員方面必須增加 否則已有延遲問題調度也會出狀況 輿論問題 新語則向道吃甘蔗 中央社日文版報導 張國偉親自飛成田道歉 獲得不少網友好評 專門報導航空消息的英語部落客 也有報導同樣引發討論 施辦明夫也在臉書PO文 認為董事長專程來道歉 而且把計票免單 其實已經相當有誠意 至於股價8號由黑翻紅 收盤時小漲 9號則是開高 股價持續在平盤震盪 旅行社也透露 雖然第一時間 不少民眾對新語的處理方式很反彈 但沒有反應在機票買器上 近期沒有顯著差異 TV播出的陳建銘的一台報導 而除了日本東京 成田機場因為怪風而航班大亂 近期黃金州的東京街頭 也非常的不平靜 過去我們才為您報導 在西新警車站 傳出有咖啡罐爆裂物的事件 而這減性的物質還導致兩個人受傷 現在警方還在追查作案 到底是誰 而在銀座的免稅店街頭 居然上演宛如電影《V怪客》的場景 原來有搶匪戴著電影《V怪客》的面具 直接闖入了免稅店 就把價值一億日幣的精品手錶一掃而空 而整個過程都被旁邊的民眾募集 不過民眾非常的積極 隨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手機 全程錄影 把刑場的過程都錄了下來 現在也成為警方火速破案的關鍵了 免稅店內的櫥窗玻璃全被狠狠敲碎 大家對眼前景象全看傻了眼 這真的不是在演戲 三名戴V怪客面具的黑衣大道 在日本8號傍晚6點左右 闖入東京最熱鬧的銀座名表電行場 牟集者提供畫面 清楚拍下三名持刀搶匪威脅店員 行想過程中還出現一名女子 大膽上前想要把門關上 似乎想阻止嫌犯逃跑 嫌犯得手後迅速搭車逃逸 不過就這麼剛好 影片清楚拍下逃逸車輛的車牌 協助警方追蹤搶匪行蹤 事發半小時內 日本警察以現刑犯逮捕四名搶匪 他們全都未滿20歲 最小的只有16歲 警方表示四名搶匪得手價值 超過一億日元的名表 目前還在追棄一名再逃嫌犯 只是這一天的東京誇張案件 還不止這一起 我還在追蹤搶匪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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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四點左右 西新井車站售票機旁出現咖啡罐爆炸 導致兩名後車旅客受傷 警方巡線逮捕49歲的大陸籍男子 他共稱只是將清潔劑裝回家 詳細犯案動機還有待調查 TVBS新聞做不到 好 日本街頭真是不平靜 剛剛有很多人留言給我們說 一億日幣其實金額也蠻大的 那Bob Chen說這好萊塢大片等級的搶劫過程 就被民眾這樣募集了 還開玩笑說傑森史塔克開車接應嗎 看來應該是沒有那麼厲害的角色來接應他們 火速就被抓了 還有終於又說這天真的孩子怎麼可能不被抓呢 確實歹路不可行 再來還要帶您看到的 我們鏡頭要回到的是 新北市的中和區 這裡有一棟大樓的公寓大樓 慘遭手排車撞劫 原來這駕駛才剛剛考到了手排車的駕照 新手上路要來接工作 結果呢沒想到天宇路滑車輛失控 他又過於緊張 而且又碰到這個路口是一個斜坡 種種的不利的因素加成之下 最後呢他開著這個手排貨車 直接去撞了公寓的樑柱 這導致呢大片的水泥啊 還有瓷磚整個碎裂 現在真的要傷腦筋了 新手駕駛的代價 現在呢賠償恐怕會很可觀 看起來完全不受控制 這輛大貨車一下往左一下往右 從地上落下的水橫 可以看到幾乎是S型行駛 就在下一個彎道真的殺不住了 往右一拐直接撞到路邊柱子 貨車差點往後反彈到對向車道 驚險閃過公車 貨車車頭幾乎被壓扁 車頂跟駕駛座歪一邊 整塊擋風玻璃掉下來 其中一片車門解體噴飛到7樓 兩邊柱子大片水泥跟瓷磚碎裂 滿地碎片有些還搖搖欲墜 原本放到旁邊裝垃圾的橘色塑膠桶 直接被剖半現場超級混亂 事發就在8號下午一點多 新北市中和景星街上 遭殃的是一棟公寓大樓 開任的是25歲簡姓男子 他說他才剛拿到手牌駕照 再23歲的陳姓年子 就發生意外 好險兩人只有臉部手部擦錯傷 沒有生命危險 昨天有下雨 那整個路面都很濕滑 那從轉彎過來就開始踩煞車 車子就已經滑來滑去了 確實這條路一過市區 有坡度還有彎道 加上新手上路操作不熟悉 接下來恐怕要煩惱賠償問題 現在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而這些碎片也集中到這邊 用三角錐給圍起來 可以看到這個柱子 其實它的內部本體是沒有損壞的 只是有一些剝落的狀況 但是社區人員說了 還是要請結構技師來看 到底回損的情形是如何 才會知道要跟駕駛求償多少錢 但不管是全部打掉重做 還是純粹修補金額恐怕都相當可觀 才剛拿到駕照 不僅當天工錢沒了 還先噴了一大筆維修費 提北新聞成員人烏鴉新北報道 好確實這新手下駛 處境蠻讓人同情的 要賠車也要賠償大樓的損失 那麼剛剛Bob Chen就說 他的甩尾的身手很難相信 是新手A4型的甩尾 那麼中共又說換個角度想 雖然發生事故 但至少已經活下來了 確實人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而之後也要記得要小心駕駛喔 再來我帶您看到的是 這驚險的警匪對峙場面了 現在警方是激起的來查棄毒品 但是您有想像過嗎 毒窟可能就藏在鬧區裡 在桃園有警方攻堅 直接衝進了民宅裡頭 發現藏有海洛因 而且這毒販還把海洛因 裝成了很多當兵的人 可能很熟悉的五塔行軍傘裡頭 洋裝是藥粉而不是毒品 但都被警方給查獲了 還有呢 在新北市的半橋 也出現了警方攻堅的場面 而警方是掌握了線報 確認這裡是個毒窟之後 破門而入 發現裡面呢 不只有毒品還有槍械 以及販毒所得的80多萬元 大批警力站在民宅大門 要求裡面的住戶開門 叫了好幾聲 卻遲遲沒有人出現 只好拿出破壞工具 撬開大門 才剛打開門 就發現有嫌犯想要往外逃跑 黑衣男馬上被警方壓制在地 直到自己逃不了了 最後只好乖乖就範 黑衣男痛苦的趴在地上 向園警求饒 原來他就是在屋內的嫌犯 園警一舉逮捕六人 還在裡面發現大量毒品 各式各樣的毒品擺在桌上 不只有毒咖啡包 還有安非他命 及一把手槍 園警也在屋內查扣80萬7千多元 而這些都是販毒賺的錢 日前警方獲報在新北市板橋 有一處名宅 出入複雜 行蹟可疑 懷疑裡面是毒窟 果然最正確 早通通遭到逮捕 五毒有偶 在桃園也逮到毒販 園警埋伏在附近 一看見黑色T恤男子 就上前壓制 把人反手上銬 帶上警車 原來他從去年十月開始 進口泰國五塔標型軍傘 但裡面裝的卻是海洛英毒品 重達1.8公斤 市值將近千萬元 想效防電影毒銷手法 用高額代價收買毒蟲取貨 甚至刻意製造斷點 躲避警方查氣和同夥紛紛落網 根據警政署統計 今年查獲毒品劍數 以大麻安非他命 第二級毒品最多 接著是海洛英等一級毒品 而今年一到三月 查獲毒品劍數 比起去年同期 減少了1400件 警方也將溯源追查 就怕這些毒流入市面 TV的新聞 王金盧素配語 廖中信桃園 新北採訪報導 好 販毒呢 實在是不可取的行為 而且販毒會被處於重罪 呼籲大家 還是遠離毒品珍愛生命啦 那麼我們今天線上 有很多朋友跟我們參與討論 這1235說鄰居如果是毒窟會嚇死 還有我們的麗如主播也上線囉 刷了一排星星 謝謝麗如主播 再來呢我們要帶您關注到的是 攝林地檢署居然傳出有 攝郎攝影的攝這偷拍犯 而且偷拍犯呢 就是這所謂的書記官了 而讓很多同事不能理解的是 這名書記官呢 在廁所或是被害人的家裡頭 設置了好多的鏡頭拍攝這隱私的畫面 而受害者高達了20多人 而這些同事們還有受害者呢 絕對不願意跟這個書記官和解 是因為平常這名書記官呢 都是家庭和樂的模樣 也熱愛戶外活動 而且他本身也是法界人士 居然還知法犯法 所以讓受害者相當的憤怒 也盡情法官要從眾來量刑 熱愛戶外運動 臉書PO出許多帶七小出遊的照片 給人好爸爸陽光形象 年約40歲的林姓男子 職業是攝林地檢署書記官 卻利用職務涉嫌偷拍遭到起訴 檢方調查這名書記官 發言時間長達了三年 偷拍次數多達82次 共有21個人受害 但他們都不願意和解 表示希望透過司法讓被告得到教訓 檢方調查林姓被告從三年前開始 在地檢署的廁所和辦公空間 以及被害人住家 甚至是地檢署以外的公共場所 裝鏡頭偷拍 有些地點甚至還出現 兩個以上的鏡頭 拍攝被害人的隱私部位 這些影像存在硬碟隨身碟和記憶卡 甚至還彩色列印出199張收藏 有同仁察覺異狀檢舉 檢方今年3月兩度到林姓男子家搜索 扣得相關證據 痛批他擔任書記官十多年 知識水準不低 工作穩定 家庭健全 只因為尋求私欲 侵害他人性隱私 惡性重大 建請法院從重量行 利用被害人對同事及環境的信賴 切入其等私密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 對被害人造成莫大心理創傷及危害 請求法院從重量行 予以嚴懲 有的被害人知道檢方通知 才知道家中被裝設攝影鏡頭 心裡受到極大驚嚇 出庭陳述被害經過 忍不住哭泣焦慮 心理創傷難以平復 21名被害人 有些是地檢署員工 有些是被告的朋友 在熟悉的環境遭偷拍 嫌犯還是身邊的人 身為書記官 知法犯法 如今工作沒了 還被關在看守所裡 等待法院審判 TV月順無權檢訓期台北報導 好再來看到 這是故意偷拍 還是裝設監視精 不小心所為 這月式的洗頭墊 消費者要脫掉上衣 因此這攝影鏡頭 錄下了春光 躺在美容床上頭皮按摩 看起來相當享受 按摩完畢進入正式洗頭環節 半圓環狀的機器 水柱不停灑下來 這是新英北市一間 有人氣的月式洗頭店 由於服務中 洗頭會帶到肩頸 加上有按摩服務 才需要脫掉上半身衣服 結果卻遭人指控 監視器安裝在門簾上方 導致它消費過程 被看光光氣的提告 妨害秘密 還滿好的 是喔 對 運營後螺 那時候無助無助 也是看到看到看到的 小姐我看都很辣 怎麼說很辣 身材很好 不是像我一樣 實際回到這間 被控訴的月式洗頭店 附近鄰居透露 已經好幾天沒有營業 目前的偵辦進度 女店長倒案說明 說自己來應證的時候 就已經安裝好監視器 至於是否安裝得太高 會洩漏到顧客隱私 老闆在國外還沒倒案 但業者表示客人反應之後 監視器鏡頭已經轉向 台灣幾幾年流行的月式洗頭 會從洗腳開始 還會幫忙去腳職 接下來會幫你按摩 掏耳甚至修指甲 一套約九十分鐘的服務 大約一千六百元上下 很多消費者排隊 運約等著被服務 又可以洗頭髮 按摩 還有修指甲 才花這樣一點錢 CP值很高 就怕洗髮弄濕衣服 業者才會另外準備服飾 其他業者也透露 越南本地的洗頭 都沒加裝門簾 不過各國風俗民情不同 台灣重隱私 業者才會改良 這回本該只拍到 公共空間的鏡頭 是意外還是刻意照到 客人隱私警方將釐清 TBS新聞 有最新宴 新聞報導 T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